你们来的也是我们的同行 是吗 来自德云社的几位相声演员 跟你们唯一有区别的是 这几位算是相声世家 因为他们家里面都是干这个的 是吗 子成副业 这是咱们这行的老话了 对对对 来 我们依次来认识下 这几位名门之后 好 来 拍一看 想早早地睡觉 我的闹钟上好弦 对好了表 我让他提前打铃 干嘛 我来个笨鸟先飞 我早早走 我多开会 好主意 睡得半夜就听话 来来来来 几点了 整四点半 那太早了 早点早点吧 我到公园等他去 好主意 一段非常珍贵的视频 录像 这是一个老电影 里边出现的这两位演员 是我们的相声蔡斗 马三丽先生 和我们的相声前辈 张庆森先生 马三丽先生大家都知道 这行业里面的 泰山北斗相声大师 跟他合作捧跟演员呢 就是刚才大家瞧 没头飞这位老先生 叫张庆森 张先生是相声界的大家 一直和马三丽 一起在合作 对 那么今天我们来请到的 就是张庆森先生的外孙 来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刘源 有请 欢迎刘源 大家好 大家看到刘源 看到孙岳就知道 德云社的伙食实在是太好了 孙岳 感谢组织 你好胖的 你还有这脸说他呢 真好意思 看到你我都有活下去的勇气 你来之前我跟孙岳聊天 我说你多胖 他说他才200多斤 我希望你揭穿他的谎言 他多重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我多重 你多重 你给多少钱来着 这个规矩改了现在 根据分量在定价位 刚才说到多成来着 我才说到300了 我305斤 说到300是给10万 我400斤 我一吨 我两吨 可以了 可以了 刘源来的德云社几年了 五年了 来了五年了 也痘痕 也捧痕 挺可爱的 大胖子 在你出场之前 我们介绍了你的外祖父 也就是你的老爷 相声前辈张庆森先生 老爷呢 早年间身体不好 去世了 去世那一年是高瘦 那年75岁 75岁 刚才我们看的那视频 张庆森先生 是和马三丽先生 一起合作的 马先生泰山北斗了 咱们都知道 问一下 二老之间的关系如何 两个人非常好 其实我老爷呢 要是按照相声界 这个师承的辈分来讲呢 比马三丽先生呢 晚一辈 就马三丽应该是 他师叔的这个辈分 但是两个人呢 是把兄弟 以这个兄弟相承 他又比马三丽年长 马三丽管他喊大哥 你还哪说理解 是这个辈子 私交非常好 他老爷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 什么 就是喝酒 对 这一点刘元也继承 你给我们讲一讲 老爷喝酒喝到什么程度 我老爷是满洲八旗人 就是北京人 年轻的时候是每顿饭 一斤酒一斤肉 基本上一天就是三斤酒三斤肉 就是这个量 一直到失明吧 还喝 这一辈子吧 反正千十斤酒得有 这一辈子得喝了一千多斤酒 后来因为喝酒导致眼睛失明 就双目失明了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刚才咱看到这个片段 这是58年的录像 这个时候眼睛就已经 出现了这个短暂性的失明 后来就是59年左右 就彻底看不见了 短暂性的失明 就是喝酒的时候看得见 不喝酒就看不见了 对 看着酒 看着酒的度数了 后来去世之后 白酒厂下半棋 最好的一个消费者 离开了我们 今天来还拿了一本 什么书这是 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手 这是我老爷留下的一本老相册 这里面都是相省前辈的一些照片 孙悦来 你们接我就翻一翻 看一看 这本相册呀 三十年代的时候 在沈阳的时候买的那么一本 皮质的相册 这是文物了 因为那时候沈阳 它不叫沈阳 老爷对你有没有什么 艺术方面的引导 我更多的是 对于相声的接触或者教育 是老爷有一个徒弟 叫杜国之杜先生 就是跟李伯祥老师合作 他对我的相声的启蒙和教育 起到很大的作用 你是舅舅教出来的 对 舅舅嫁 对于相声的